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帖公布已就河文田站第一期物业项目发展和公银地产 以及英军集团达成协议 港帖表示已签订更替合约 会和英军一起完成这个项目的工程 高银集团主席潘苏通早前 将荷文田站上个一期发展权转让给英军 双方已签署买卖框架协议 并且已向港帖缴付诚意金 其后长实日品高等法院 控告潘苏通以及旗下公司 只长实早于英军 在去年的九月已取得项目优先购买权 经营崇光百货的李福国际 去年少赚九成二 顺利跌到1.3亿 主要由于疫情影响店铺的人流 加上金融投资公平值亏损 扩大至超过3亿 收入就减少4.3至不够20亿 不排息 铜锣湾崇光的销售额跌了3.6 尖沙咀崇光销售额跌了5.7 不过公司说 两家百货店下半年的销售额跌幅 比起上半年有所收窄 去年的毛利率跌了一个百分点 因为专柜佣金的跌幅比较大 公司就预期疫苗推出之后 本港零售市况有望回稳 并且在年底之前回复正常 又预计啟德崇光百货的项目 将会在2023年投入营运 李文造子的业绩差过市场预期 李文造子去年的顺利升埃近百分之九 赚超过三十五亿 末期息增加三成八 每个是派一毫八仙 收入跌了百分之四 期内每吨的紫纯利大约五百八十七元 比起前年升埃近一成二 较上半年更加升一成六 为了配合内地 今年开始禁止进口废纸 公司会积极在东南亚拓展再生纸张 确保生产成本有优势 同系的李文化工去年顺利跌了两成八 赚五亿 末期息增加一成 每个是派一毫六千半 收入就跌了一成 银保监会警告 内地楼市金融泡沫风险仍然大 但是去年的房地产贷款增速 八年以来第一次慢过整体的贷款 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处理 我们相信房地产的问题 会逐步得到好转 当然核心的问题 房地产还是泡沫比较大 我们说到最大的灰气牛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买房不是为了居住 而是为了偷资或者是偷积 那么这个是很危险的 财机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A股今天走势反复向下 三大指数留意下午跌幅扩大 上证高开15点 高开那一下就见了日内高位 之后就转跌 下午在白酒、油股和资源类股份拖累之下 指数一度跌穿过3500点关口 一度跌66点 低位做过3485点 见了大概一个月低位 收市来说跌幅稍微收窄 上回3500收 3508点 跌了1.2% 深圳股市又怎样呢? 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 一度跌超过1% 创业板指数曾经去到3000点流上 但之后就是转升为跌 收市是2966点 倒跌了0.9% 留意成交又怎样呢? 两市成交增加了 跌市当中成交增加到9175亿人民币 好了 后市人为何走法呢? 请教专家有何嘉峻 何先生你好 你好 何先生 就来两会了 即是我们本来香港很多投资者 都有个期待 在两会前 通常市场会稳定些 但近期都是 这几天日升日跌 而且反复向下的情况 今天又再试穿3500一度 那后市场怎样看呢? 整体市场来说 在一个位置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调整的阶段 始终都是弱小一点 很明显的话 即使昨天上进了之后 成交量也是缩减了 令整个市场 其实反弹空间 短期还是比较有限 当然3500点 会对大市来说 构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 如果这个没有向下突破 我相信市场可能 还是会继续一个反弹的过程 但是如果这个向下击穿了的话 市场可能会继续一步 向下谈 所以短期的话 国人为3500点 这一带 大家还要重点关注 守不守住 投资者建议得 还是多控小动 等待市场迷茫 是 如果说技术位 那里呢 何先生问多一句 3500就是一个整数关口 至于真正那个 就是比较重要支持位 会不会是3450 3460 一来是近期的低位 曾经做过 亦都是之前突破的那个阻力区 那是不是这个位置都是重要呢 那个位置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但是当然短期的话 3天5这个位置是更加的重要 因为除了一个整数关口之外 第二个 这个是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下跪 这个上升通道是从去年的3月份 2600点上来的一个上升通道的下跪 所以来说 试过几亿次的一个去到这个位置 都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支撑 一个就是去年的一个十月份 包括十二月份 都有几次试过支撑 都是这个位置 所以3500这个位置 如果短期破了的话 我相信3450那些位置 支撑力度都不会太大 原来这样 更加清楚了 即是有上升轨的底部 那好 我们大家要留意着 3500点水平 那板块方面 何先生 请请教这些房地产的板块 今天很多只能反复向下 有些人说 和官员警告 内地楼市核心问题 还说泡沫比较大 就是形容 似乎大家都听完这句 会担心 是不是又要调控呢 还是还是你怎么解读呢 这个板块怎么办 调控 对整个地产板块块 始终都不会放松的了 所以来说地产 也在这个政策下 估值也比较低了 今年短期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一方面都习惯了这个调控 第二方面来说的话 从沽地来说 目前地产比较低 再加上 传统一季度 都是未知公布的时间点 地产过股关 很多都出现一个 比较高的排斥的表现 所以一季度地产板块 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机遥在 尽管有一定的调控 压制了它一个上载空间 但是有一个稳定的 一个汇报表现 应该再是值得期待 好啊 几秒时间 简单问新能源相关股 国家电网公司公布了 碳中和行动的方案 今天整版里面 有几个都做得不错 不如简单说说 何先生 还追不追好 我觉得可以等个调整充分 再有一个逢低的核辣 因为毕竟来说 很多个股是前面时间 增幅过大 调整的时间和空间还不够 等待真的调整充分之后 风能和太阳能竟然是一个收损 好 简单报了一些芯片相关股 上一次我们先分析过 香港有几只 譬如981中芯 那些都做得不错 A股那里 我们都要留意 中芯已经提到 据报是获得部分 美国设备商的供应许可 中芯国际的A股 升了超过百分之一 多谢何先生 走走 回来交易现场的时间 港股今天是先升后跌的格局 目前为止 维持着超过300点的跌幅 今早上原本早短跟随外围高开超过200点之后 曾经最多升超过300点 去到29700点水平遇到阻力 临近中午的时间更加要转跌 下午回来的跌势一度都比较急些 去到495点的幅度 低位跌穿过29000的关口 也见到2月初以来的最低 全日的高低波幅有700点过跌 现在最新跌382点 在29069点 在29000的关口增持 国力指数全线向下 成价方面有超过2000亿 昨天反弹市没有什么成交配合 今天来到这刻都已经超过2000亿的成交 至于恒生科技指数 目前都要倒跌 倒跌41点 在9257点的位置 接着我们看活跃港股最新的表现 牌头为腾讯 暂时在700元关口楼下 升幅大为收窄 最新是698.5 升1.5 另外美团跌1%跌5.6 国美零售午后跌穿了配股价 暂时1.9号4都未上到配股价上 跌幅到1.6 盈富基金跌1% 中心国际制造好升超过2% 跌近3%的幅度27.5 望麦第6至10位的表现 麦第6位有港交所 都要向下 倒跌1%到484元 阿里巴巴跌穿230元关口 跌幅大致超过2% 亦一个月以来的低位 小米向上升1% 升3.5% 中海跌3% 比亚迪股份是靠稳微升6毫 升势亦大幅回信 最新是213.6 其他主要蓝筹方面 惠控今天有份拖低住的大市 跌幅在接近3% 跌穿45元 另外 右邦和中移动跌幅到大约2-3% 右邦在昨天失手完100元关口 今天进一步下市低位 银保监表示 由2017年至去年 银行累计处置了不良资产8万8千亿元 超越之前12年的总和 今年工作重点会继续防范金融风险 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业的永恒总体 毫不松懈地监控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实施更深层次的金融市场和机构改革 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内银股普遍跌居多 当然跌幅不算特别急 其中见行跌多一点 跌1%至6元边位置 另外招行也要回近超过2% 至于其他大的内银股 普遍是一个偏缘格局 公行跌穿5元关口位置 银保监也有警告 内地的楼市金融风险都比较大 但去年房地产贷款的增速 是8年以来第一次比整体的贷款 相信问题是可以逐步处理的 卖浪房股普遍要向下 中海外细贸融创等等跌幅超过1% 反而潤地可以逆市做好 现时潤地上升到$37水平 升幅到大约3% 今天在蓝筹升幅榜排在第三位置 工讯报表示 未来会加大减税 支持国内的晶片行业发展 途中有个别的晶片股客逆市做好 当中包括中心国际 据报已获得部分美国设备商的供应许行 股价一度上过$29楼 上见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现时升幅收窄到$3% 报在$27.7 另外华雄半导体和上海复旦股价都要向下 上海复旦跌幅到$4% 大和重新对于博彩业的正面看法 但担心农历新年过后的赌收激增 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关键就在于豁免了内地人隔离之后 是否可以重振到每个月的倒售的表现 墨丁澳门股今天都是跌的居多 银与跌幅或大致到半成 金沙都要跌到$3% 节目四眼九 多谢收看 看看楼市消息 英军取代了高银发展港铁 河民田站一期的物业项目 港铁公布和高银和英军就 河民田站第一期项目达成协议 并且签订更替合约 港铁将会和英军完成项目的工程 项目在2016年底由高银牵头的财团投登 保地价大约62.8亿元 每平方尺的保地价超过$8400 项目的可发展楼面面积大约74万平方尺 预计提供800个至1000个单位 屯门恒大军龙湾二期加推128伙 并且将在星期六以价单形式发售269货 加推128伙至实售价379万起 面积是223至475平方尺 开放式至2房 入场单位是三座一楼M室 实用面积223平方尺 开放式至实入场费接近380万元 另外发展商推出7个莲花圆的单位 将会下个星期一以招标的形式发售 与专家聊天有刘家辉先生 刘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刘先生 你们看有个信心指数 最近指数报68点 按星期比较升了 升了1.4点 升幅大概是2.1% 好像当中反映到减价盘的数目少了 是的 其实我们看回信心指数 已经连续升了四个星期 简单来说 看到那些减价盘一直在减少 也看到放盘方面 我们也看到业主也不是很倾向减价 特别是现在最近我们看到一手新盘都卖得相当不错 这个都会令到业主的信心大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减价盘是明显较早两三个月少了很多 是不是天水围和荃湾区的减价盘数量比较减得明显 因为买家方面特别是用家 在6、6年前已经入了一阵 在6、6年之后也看到 有些买家都陆续入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看到这两区的减价盘明显较少 原因是为什么 是否估计购买力是又转到第二道 还是怎样呢 其实我相信 例如荃湾区和天水围 这些都是一些上车为主的 我们也看到之前可能 升幅方面 在这些所谓的上车本的升幅上都较大 在早前调整的时候 也看到减价是较为明显 但是如果看回踏入2021年 其实由去年尾到现在 市况其实都相当不错 特别是一手方面买得不错 这个都增强了二手业主的信心 买家也陆续入市之下 令到这两区减价盘的数字明显回落了 减价盘减少了 会不会影响到成交 成交方面 如果刚刚过去周末 十大奥远的确是回落了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 减价盘方面是少了 但是我看到买家追入的情况都有 所以整体方面 二手成交方面 就没有一个大幅的下跌 不是说好像早前 十大奥远一个星期只有几宗 绝对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都有二十多宗 这些税平 我知道在三区当中 暂时好像是新界区的减价盘 数量都是佔比较多 那你看那个情况 会不会慢慢由新界区 而去其他的区域 新界方面的减价盘比较多 始终他们的住宅数字比较多 所以佔比较多 但其实刚刚我说过 其实无论新界区也好 九龙区也好 甚至香港区也好 整体方面 那个减价盘的数字 就不是说跟早几个月那么多 因为其实你看回 最近这两个月 那个一手方面买得不错 气氛都OK 那息口方面 都是长期维持一个低位 这样的情况之下 用家看到 例如去年 刘家也看到很大的跌幅 现在又说有疫苗 我相信有些用家 过去几个月 存了那些购买力 我相信现在都慢慢释放出来 所以成交方面 我们相信 就不会因为减价盘少了 而有个急跌 有时买房子都要拗下数 以价空间的最新情况是怎样 我想没有早前那么大 现在我相信 业主方面都稍微站硬一点 因为始终来说 我们看到 第一 要逼买房子的也实际不多 业主方面的持货浪度非常高 可能有部分的业主在早前 可能都要等钱使用 但是似乎现在看到 减价的幅度 现在空间都不是太大 只要到价方面 我们看到买家都愿意入市 嗯 楼价里 我知道你们看得乐观 今年全年估计楼价会升一成 是 是 什么原因是看好呢 我相信始终都是供求两个问题 首先就是 我们看回 其实 97年到现在 香港整体来说 住户的人数 是多了差不多70万 至于你说 那个自治家庭比率 我们看到 都是 有一个好像是 停滞不前 大概是五成 就是简单些 香港百多万个家庭 其实有一半是没有自己的物业 需求方面 我们看的 都是 仍然存在 但是 在供应方面 我们看到 未来几年的落成 无疑是比过去 十年是有一个回升 但是 如果你说和97 最高峰比 那时候比 都是少三成 在供求不平衡之下 再加上利率又低的话 其实这个都造就了 楼价方面的升幅 好 刘先生 多谢你的时间 我们看看片 桃瓜环位于啟德附近 由于交通配套向来 只有巴士、小巴 加上区内以旧楼为主 新楼欠缝 楼价在九龙区来说相对低水 但是憧憬宋皇台站 在今年年底通车 区内的交通发展将会改善 有代理认为 现在在区内 尋找一千万的优质单位上车 或者是一个机会 啟德做我的车价 大概到二万七、二万八 而奥云峰这边 其实做一万七千、一万八千 低水都差不多有一万元的幅度 有些客人觉得 啟德那边 可能买一间两房 要到一千、二、三万 相对于奥云峰这边 八百多万便可以做到入场 反而目前奥云峰 只有七十个房盆 比较少一点 最主要是每个月 有一些银行的股价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降低了差不多10% 很多一些用家 如果要看股价 反而那个价钱就给不到 所以现在成交正在拉锯 每个月大概都是10公斤 先看代理提及的奥云峰 楼宁大约16年 提供六座一共2200多伙 参观单位实用面积452尺 属于屋苑的小两房 经过圆关是长型客饭厅 面积大约160尺 长型露台以玻璃门分隔 向西南 除了附近的楼景 还可以侧望海景 两间房在客厅的同一边 面积较大的大约70尺 景观和大厅一样 西房也有超过50尺 向西北望楼景 有资深投资者认为 区内尺价低税 也靠近大型基建 未来升值潜力比较大 沙中线开通 我觉得未来十年的明星盘 应该会在启德那边 但我们不能忽略地点滞 由于已经有太大的焦点 所以启德区的楼价 在今天来说已经很贵 至少凍摺2500尺 至接近2890尺 加上有些单位 甚至是日价来卖 面对现在的香港经济环境 可能这几年逐渐放缓 这些楼变相了 是买贵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回沙中线 退回土瓜环 宋王台道一带 民生配套足 周边有很多旧楼 像奥云峰这单位 虽然它的楼龄 大概是十六七七年左右 是比较舊 但始终这区很少大陆院 我们看到的多些是单支的单供楼 对它的保值来说 是一定的稳定性 单位叫价900万 赤价近2万元 教屋院现时平均赤价 18000高大约一成 Alpha说单位最大的卖点 是区内比较少 有海景两房单位 所以未来升值潜力略高一线 加上屋院管理费相对便宜 亦是加分位 未来新楼就算有海景 很多时候都会让给三房 两房单位、小单位 一般来说 景观会更顺利 但奥云峰本身有一个优势 就是两房单位 都见到一个不错的海景 另外奥云峰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去一旦屋苑 它有回所 但是它的管理费相当便宜 变相模型当中 帮你的回报率是拉高的 如果想看足本的每周有榫盘 记得留意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的日日有楼看 欢迎收看二用追击 今天和大家说一只968 就是信义功能 今天股价先升后回 就开出来高开大约3% 做了17.68 之后高见过17.78 但很快就会掉头向下 最低位就见过15.4 就是一个月以上的低位 跌幅也有9%左右 也有两个半月的低位 目前跌幅仍有8%到15.66 跌幅仍有低位 跌幅仍有4% 就看看它的数据 去年它们多赚到8% 纯利超过45亿元 期内收益按年升到三成半 跌至超过123亿元 派末期升到每股17线 按年增加是一倍 公司提到 就因为疫情而实施的封城措施 导致供应链中断 以及光伏项目 施工延误 但是疫情加快的政策支持下 而入来对太原能方面的投资 令到去年下半年业务增长强劲 究竟968是怎样的情况 立即找到苏显邦先生去谈 苏先生你好 你好 Lauren 见了去盘数 也有预告少少未来的位置 其实业绩也是强的 但股价有倒跌 是之前反映了一些因素 还是市场对业绩不是那么满意呢 市场之前 已经可以说 预期了有这么英俊的业绩 都充分反映了这份成绩表 因为这样 可以说股价已经先了业绩 和先了大市一步 今次发布出来的业绩 增长是非常强劲 Round up 说 纯利增长有八成九 而那个毛利率 仍然还是录得一个可观的增幅 市场开始有些少忧虑 就是说来年的业绩 第一能不能够保持这么强劲的增长 第二能够保持到这个增长的话 那个毛利率 还可不可以说有这么强劲 这么快速的增长步伐呢 还有第三 就是较早之前 就因为疫情 是说停产过了 或者将那个产量是减慢了 但是就是说复工之后 现在大致上就普遍看那个市场上面 那个供需的情况 是达致到这个平衡 而这个达致到平衡的情况 有可能是可以是维持到一段 都叫做中性的时间 即是说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 都能够是维持到一个坤衡的状态 甚至有可能是轻轻会出现 或者是供应稍微是会过剩的情况 所以就很抱歉 昨天业绩公布了 今天的股价就一直表现 都没有办法去衬托着 即是说有些部分 有些因素已经反映了 也都见到之前 都一轮炒作之后 又跟回整个板块回落 还有行业的因素都要看实 因为光伏玻璃 也都可能会有降价的优劣 信任国安能行政总裁都说 估计玻璃价格短期再升的机会 都挺微小的 至于一些大行 譬如花旗 引述股理层就提到 预计下半年供应充裕些 光伏玻璃售价最少要跌成三成 到每吨30元人民币以下 高盛关注行业会增加产能 公用增加会影响到售价 引述管理层估计 今年全年产品平均售价 只是轻微温和地增长 中银国际预测 今年的光伏玻璃将会跌价 成三成流上 不过认为降价反而有利长远 就是这个扩大市占率 利润都可能可以超越期间 不过始终是降价 大家市场不知道 怎样想法 苏先生究竟是长远好 不定文市 降价始终无理都有一些压力 在一个中至长线的层面去看 短期内如果是说正如 刚才提及的两间 甚至三间大行的看法 是说价格有下调的压力 在一个短中线 的确是会有些少负面的影响 但是当售价向下调整之后 能够达至到市场价格平衡 或者某一个程度上 能够将价格稳定之后 再视乎需求 再考虑部署将价格稍稍上调 都不是说没可能的 素质 还有内地政策都支持 整个光伏清洁能源板块 就前景是不是 如果综合来说 都不用说太担心 暂时来说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实际上 在一个星期多些之前 国家能源部都发布过 一份参考的文件 文件的名称非常之长 但是大体上都是说 大力去支持这个清洁的能源 以及继续加强这个环保的政策 那稍后时间其实不是很久 是星期四、五开始 就是这个人大和政协的会议 开始的时候 那过去譬如说 清洁能源、环保的概念 以及以至到是说 早两天已经开始 炒个毕业落乎的三龙的板块 都是有一个挺好的反应 那我相信信义是 甚至包括明天 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 但是这个压力 应该就不会太大的 可能在两会之后 当这个获利的盘源消化了之后 在两会之后 就是下个星期尾段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信义光临的股价 我觉得应该仍然有留意的价值 好啊 加上大行的普遍唱好的 包括了摩通这些都说 他去年的业绩 就无利率高过预测300分点 相信又懂得省 成本控制得好 产品组合理想 轻微的调高今年盈利预测5% 瑞讯都说玻璃价格 去年第四季上升至历史个位 预计顺利光能销量是会提升的 今明两年每股盈利预测上调三成 一至三成而不等 至于中融国际 每股将今年的盈利预测上调两成 市场普遍预计 今年光伏玻璃跌价 但相信信义光能还可以维持近四成的无利率 增强市场地位 不过你就说 始终要降价因素 但又有政策扶持 短线来说 都帮不帮到手 还是有很多情况 看看业绩前景上 可不可以交到功课才算呢 在业绩的前景上 我有信心它可以交到功课 但稍微提高警觉 或者担心的是 毛利率能否保持着 例如今次成绩表 所披露的49%那麽高呢 因为同业竞争对手福来特玻璃 在较早之前 都很清楚發布 今年产能的业务拓展蓝图 很有信心地加大产能 但相比于信义光能 在今年的产能加速率上 相比之下 估计大概是提升七成左右 比佛罗特玻璃少一点 但整体上来说 只要市场的需求和业务 是保持得到 那个毛利率 如果不是大幅急急收窄的话 我对于信义光能的前景 仍然还是有信心的 好啊 简单说 看到一些大口目标价都高过现价 中文国际就说 中期业绩或者第四季度 就是逢低买的 你怎样看 短时间看什麽目标呢 其实坦白说 最近这个星期 调整幅度都算够为足够 我第一度看着的价值是15元 至到14.7元 那两毫多指的价位 如果是接近15元的话 投入第一次资金去吸纳 上网呢 我觉得消费完之后 起码有机会 都应该见到18元 18.5元的价位水平 好啊 谢谢苏先生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好 继续节目时间了 看看恒指最新的形势 稍微收复2.9元 不过仍然要跌成356点 落到29,095点 总成价2,190亿 现在蓝筹比较弱 有银鱼 蒙牛 还有石油 耐银股 今天中海油三桶油 中石油中石化跌幅到3% 银鱼蒙牛跌幅到4% 总成价2,192多 苏先生今天都多因素 除了才爷那番言论 虽然他都澄清 其实不是短期要再加征 或者扩阔引花水 不过都提到 香港市场有能力去承担 即使加了引花税影响 都未必太大 第二就是国树清的泡沫言论 大家反而担心些 A估都要回1% 美国那边又继续看着 债息业绩等等的表现 几个因素加上两会 港股现在来说 是否转弱了 但现在最新的判断是如何 我相信首先 在港股自己本身的基调 是转弱了 坦白说 在上星期五、二月份 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 这么天亮的成交 而出现一支 完完全全的大阴烛 低收 破了这么多技术支持位的形态 虽然说昨天经过一个短暂的反弹 但大家看到昨天所谓反弹的幅度 其实也是很勉强 二来昨天反弹的成交量 也是显著收势了 在昨晚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估期如涌 尋顶的过程里面 今天港股又可以说 开市初段 没多久已经是没有东西看了 我觉得郭树清那番意见 相比起才爷 曾经一度对印花税 有不同的意见 令到市场有所不同的解读 那个情况下来说 那个压力 我觉得郭树清的意见 反而对A股市场 和港股市场 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在技术走势上 恒生指数 现在来说 一直可以说 在挑战这个 29,000这个心理关口的支持区域 由29,000开始 假使29,000失手的话 要看起码去到50天坤线 28,700那样的水平 在昨晚美股 这么有利的气氛底下 港股今天都不能够 借着这个势头 是进一步 或者将指数交易的水平 推高一些 例如说 站在29,500楼上来到交投 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是较为悲观一些 还有不要忘记 就是这个星期四 联储局也会发布 新一份的经济报告 还有星期五 美国也有二月份的 就业市场报告 这两行的事情 和数据 我相信对于整体上 环球的金融市场 都会带来一定的波动 所以暂时来看 港股的确缺乏了一些 比较上是有力的 刺激的利好因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暂时大家都看到 市对于向下 或者负面的反应 是比较大一些 好啊 都逐步下试 下的支持位 探索天线 现在又守住了 大约28,700 暂时欠守到29,000 亚里巴巴跌幅 跌幅超过2% 港加索 稍微回涂3元 落到486.6元 中心国际上升4% 有存 它都得到部分 美国一些设备商订单的许可 至于小米就升了4.5元 中海油 接着油价回调 接着由早来开会 有机会增加产量 今天跌了3% 至于比亚迪 就升了1.6元 看看其他蓝筹股 今天汇控也跌得多 跌了接近3% 跌了4.8元 有保险跌了3.05元 跌幅超过3% 中移动也拖低大市 向下移动2% 落到55元 港加索回讨3.2元 煤气跌1.6元 先落到11.3元 是时候看一听 观众有什么问题 胡小姐在这里 胡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你们好 欢迎你 我想问1347滑红半岛 是52元买的 好 52元买 水位叮叮 那个位置有没有走到 是否问策略 胡小姐 是 是 是 好 短时间 我相信 你的入市价和现在的市价差不多 是 目前来说 最近一个两星期 它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 直接答复你 我就觉得 现在现时这个价位 你可以继续持有 再耐心等候一下 但是上网 又不会太大探 因为 其实说两个星期之前 它曾经连升几日 每日都高收 价位差不多到65元那些水平 之后 也很急速地在最近一个两星期里面 出现这个获利回吐 暂时来说 我觉得它在50元这个价位 它应该守得住 但是稍后时间 或者下个星期 继续是说 对于这个芯片股 有一番炒作的话 去到57至58之间 你要考虑 获利回吐 因为事实上 它的股价的表现 在近一个多月来说 是的而且确 走得较快一点 整体上 它是保持着一个 升多跌小的格局 沿着一条上升通道这样上 但是开始 到57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压力在 所以胡小姐 就耐心点等一等 到57元的话 我建议你作这个获利回吐 好啊 即是说 等下 就希望赚多多少少几元 这样上去 最近都有声势 内地都说有政策扶持 中心那边 也都刚才提到 有传 或者美国设备商 都给他一些订单 但是同一时间 整个行业又缺货的 好 蘇先生 现在有传台湾 晶圆厂同一批货 都可以加价到两次 中心国势 都见到一个月以上高位 29.3% 今天都升到4% 都叫做跑赢其他同业 蘇先生 是啊 在近期来说 一路受到资金卷戀 除了中心之外 另外一只就是华雄 另外有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日前这个 ASM太平洋522公布了业绩之后 就一路持续几天都出现这个回吐的压力 也都不排除一部分的资金 在ASM太平洋那里流出来 就流入去华雄和中心上面 所以暂时来说 这种未有进一步的 或者是很强的利好消息刺激底下 这个板块带动华雄的股价 去回57元左右的话 所以就建议这位观众 要作这个获利回吐 好啊 也就是说 是不是要看消息的演变 又反映了多少呢 是啊 今天中心就跑出 升回4% 还有其他的家电股 都值得谈谈的 有潘小姐也想问 就是V星 它是小的半身股间电 2148 13.5的时候买了 那长渣又行不行呢 下一个策略怎么做呢 这个股票 我们公司投资银浪报 是曾经参与它的上市的工作 较早之前 除了V星之外 另外一只家电股 1691JS 也是股价来说 一时如量 经过一轮急升 但是股价近日 曾经去过23个多的股价水平 虽然是说有刑警的利好消息支持住 但是我觉得就升得急了一些 现在进行急升之后的调整整股 是正常的 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它在介乎17.5至18元之间 是应该有不错的支持的 好啊 那就可以参考 快听到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你好 欢迎你啊 想问2013是没有 微盟 是 买了没有 买了 原来是这样 就是在捱价价 怎样做啊 宋先生 SAS的股份来说 就较早之前 或者是近这三个月 一直都是以微盟 是马首时尖 再加上这个3738 但是两个股票 近日都出现了一个 较为显著的调整 如果这位观众 是27元那头 持有了的话 那你要看实 22.5元那个位置 如果22.5元这个价位 万一不幸失守的话 那有可能要先考虑指示离场 因为毕竟 股价在去年12月中旬 或者下旬的时候 才是由大概13元13.5元那些价位起步 那在短短两个月里面 股价是翻了倍又多 它的调整如果是 譬如说落到20元那些价位 也一点都不出奇 并不表示是往后这间公司 或者股票是有大问题 但是如果深度的调整 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 那你一定要看实 好啊 那就是都看实风险了 恒指跌了381点 总成交2,251亿 多谢苏生 稍后回来收视大捐月